竹小叶 竹小依 来了 小红帽 上 从前有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天鹅绒的帽子 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 有一天小红帽的外婆生病了 妈妈叫小红帽带一些蛋糕和葡萄酒去看望外婆 并且叮嘱她在路上要好好走不要乱跑 见了外婆还要说早上好 外婆住在村子外面的森林里 离小红帽家有很长一段路 小红帽刚走进森林里就遇到了一只大灰狼 可是小红帽不知道大灰狼是坏家伙 所以一点也不怕她 还把去看望外婆的事儿 以及外婆家的地址统统统告诉给了大灰狼 坏家伙大灰狼暗想 她要想一个策略 把孙女俩全吃下肚子里去 于是就对小红帽说 森林里的鲜花非常多非常漂亮 为什么不采一束鲜花送给外婆呢 外婆看到鲜花会好得更快的 小红帽抬起头来 看到阳光还在树木间来回跳荡 美丽的鲜花在四周开放 她觉得狼先生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离开大路 走进林子间采花去了 就在这时候 大灰狼直奔外婆家 把卧宾在床的外婆一口吃下肚子 然后她穿上外婆的衣服 戴上她的帽子 躺在床上 还拉上了帘子 等着小红帽自己送到嘴边 因为小红帽太想外婆快点好起来 所以采了许多许多鲜花给外婆 直到她拿不下了 才重新踏上了去外婆家的路 当小红帽来到外婆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外婆家的屋门是敞开的 她觉得很奇怪 走进屋子后就更加觉得不对劲了 小红帽心想 天呐 我平时那么喜欢来外婆家 今天怎么这么害怕呀 我平时就会变着